国庆筹配委员会秘书长吴唐安手上就是113年国庆祖事决 今年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祖事决设计为双十形状和国花梅花组合强调团结共融 以国旗红蓝两色为基底则象征不同声音与意见 在爱国精神的引导下共同为台湾的未来而努力 这一次的一个设计的团队 使用了我们的国旗的元素红蓝两色 那蓝色象征了我们一个自由和平 那红色则象征我们的一个爱国的热忱 那也代表在台湾我们这块土地融合了不同的声音及不同的意见 那在爱国精神的领导之下 我们也共同为我们台湾的未来而继续努力 那我想设计的团队这次也凸显在用线条 来融合我们文化的传承 包括梅花跟现代感的一个图形 这个也是一个激励大家来共同努力的象征 那我想梅花是作为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国花 也不仅代表着坚韧跟美丽 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意涵 那我们把梅花融入设计 也让人们在庆祝国庆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厚重 那另外在设计中我们的传统元素部分 这个一个现代感的一个图形设计 那这个的设计也是一个 以创新跟传统来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也希望在不同的创新跟发展之下 我们追求我们中华民国更美好的未来 吴塔安表示这次国庆祖室决 由一群年轻设计师所共同创作 在由立法院长韩国瑜圈选定案 特别是设计团队决定以匿名方式来参与支持国庆活动 我们的设计支持大概就是由同一批来做设计 那他有设计很多种样式 那最后我们所圈选的部分也是依照主任委员 也就是韩院长他来做选定 那我想这次的设计其实他是由一群很年轻 然后也充满热情跟创意的年轻设计师来共同 来创作完成 那将创新的图案跟传统的元素去做融合 那因为他们是说希望匿名 所以说也跟大家报告 那其实我们也尊重原本设计者他的想法 那既然他是表明自己匿名的方式 那我们就尊重他 至于近几年国庆日当天邀请橘子恶魔与翡翠骑士 等国外知名表演团体在国庆大会活动表演 引起热烈回响 今年是否还会延续邀请国外团体参加 庆酬会方面则回应 今年以国内表演团体为主 表演名单将在近期公布 这一次并没有规划邀请国外的团体来国内演出 那针对于这一次 本身我们国内就有身具意义也专业的团体 所以在后面的适当的时机我们做公布 另外今年10月10号国庆大会 也限量开放500位民众到现场管理 从9月5号到9月12号开放线上报名 预计9月20号中午在国庆官网公开 获选民众名单 记者张旗腾太北报道